大家好 又來到我們星期日的兩個小時直播 不得了 等多一點點人 這個 看一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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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嘩嘩嘩嘩嘩嘩 嘩嘩嘩嘩 好 我按回去直播看看什麼 hello大家好 最近林家謙演唱會請Eason做嘉賓野來珍儀 有些人說他是藍家謙 請問你有什麼看法 有什麼看法 其實也不能這樣說他是藍還是黃 他也請了方浩文做嘉賓 沒理由說他請了方浩文就等於他黃 又或者同樣道理 沒理由說他請了Eason就等於他是藍 可能他們那種純粹是音樂上的交流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們可能是音樂上的朋友 這件事就沒有了 其實沒得去說 現在的點是 Eason、容祖儀、質田等 那些人現在是想在香港演唱會 這個是重點 我想說 當日你放棄香港市場 又說香港怎樣怎樣 尤其是質田 還說到香港 想不明白為什麼 那些人還這麼關心香港這個市場 以往2011年的時候 其實質田說過 在北京那裡 甚至在大陸那裡做三線的歌手 是比香港更好 即是既然說得出一句話 其實我心想 那你就不要想來香港搞什麼 你媽媽 既然你這麼不關心香港市場 你們這些人 又說香港不重要 又說沒有錢賺 中國好賺很多 那你就回去買人民幣 你媽媽 你又過來香港 是不是 即是有時候這些東西 真是自己拿來的 為什麼要說這些話 講到這麼盡 講到這麼絕 現在又要走回來香港 又說開什麼 十五場演唱會 是不是 又說什麼 香港不同了 大家都變了 不是香港人變了 是你們那些人變了 你明白嗎 是你們這些混蛋變了 香港人以往多支持你們 你們這些混蛋 一個一個走回去中國 在那裡賣場 賣身我不知道 可能有些我不清楚 總之在賣場 討好那些小粉紅 不夠夠 是你們自己放棄香港人 放棄香港市場 你不要反過來說 又說什麼香港人變了 變你媽媽 沒有變過 全部人都沒有變過 是你們這些混蛋變的 OK 對了 轉了新地方拍 Studio 救命 Studio那邊很煩 最近 那個冷氣流水流到混蛋 我也沒空 所以轉了地方拍 之後大家應該看到我 會在這裡拍的 漂亮 漂亮 漂亮沙發 你的語氣小似星爺 沒有計算 我也不想 你知道嗎 有時候 看周星馳的電影 看得多 很多時候會自己模仿 不知道 只要看得多 你會模仿一下它 再加上本來星爺都是偶像 對不對 所以沒有計算 像是 小小 不會太像的 有些都很像 有些 例如 以前有一個廣州 那個 有一個來自廣州的那個 那個 溫超 溫超的聲音真的挺像 是的 但是 它的表情 演繹都是不像 算 只有聲音 沒有用的 遲了一點點不要緊 金屋藏嬌 沒有啦 哪有金屋藏嬌 傻的媽 如果有金屋藏嬌 應該被我女朋友砍死吧 不要搞這樣的事情 OK 可惜沒有薯餅 沒有啊 沒有薯餅 薯餅不知道在哪裡 不要找他 你找他 不知道 薯餅進來做什麼 可能在這裡 跳 在我後面經過 然後就走了 不知道在做什麼 是不是 有時候拍片也是 拍片拍到 講得最 興起的時候 無緣無故說回來 然後看一看 那個攝影機的時候 看一看 為什麼會拍在這裡 然後看一看 大佬 薯餅無故走在這邊 然後看著鏡頭 這樣 你老米 真的 我也不知道是好 還是好笑 真的 這個薯餅 那些貓貓 不知道是不是 每隻都是這樣 可能是吧 搞笑 好了 今天 找回數 我發現我之前直播 真的忘記了說 東張希望 的20宗序 今天就要跟大家說 多謝網友提醒 如果不是 我怕我真的忘記到 下年我才 我才醒來 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其實主要是因為 有一個疑似是前員工爆料 但後來其實事情是不了了之 但也想讓大家去聽一下 東張希望有什麼內幕 黑材料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二件事就是 想跟大家說 最近 是不是有一個叫做陳智新 陳智新 以前是做TVB的演員 他現在就變成KOL 拍片 分享一些日常生活 還有他去英國玩 分享一些英國的生活 他最近就拍了一段影片 跟大家去說一下英國的生活 究竟是怎樣 尤其是在倫敦那裡 他就說很貴 很多東西都 物價很貴 又說乘過車要六十幾元港幣 住過兩星級的公寓 可以說都不要說是酒店 也說是五百元一晚 然後就說很麻煩 然後就 我自己聽下去 當然是斷章取語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聽你就明白 就算你沒有去過英國 你也會明白 你這樣說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是不是 就好像我去非洲 我跟大家說 非洲的東西真的 英有盡有 物價又低 當然了 非洲是甚麼國家 是不是 你可不可以 不要這樣說 我真的覺得很昂負 希望透過這次直播 一次過跟這些人說 想些事情不要這樣昂負 唉 你去得 每一處都有不同的生活水平 物價指標 你怎麼可以說 去倫敦 去倫敦那個生活水平 跟香港比 如果你真的比的話 其實 你就會發現香港是很慘的 香港 香港其實是 人工低 物價高的一個地方 混蛋 我都沒有說這個方向 很慘的 香港人 你又不說這些 你說是 說起來我生氣 應該說你嫌這個貴 那樣貴 那你就去柬埔寨 是不是 你嫌那個 夠便宜 你這個廢話 吃餐飯 可能十幾元港幣 有一餐 你去不去柬埔寨 緬甸更名 可能100元港幣 有一餐 你沒有錢 不要緊 你只拿個腎出來買 一個腎好像十幾二十萬 是不是 我說美金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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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吵不行 非洲更便宜 是不是 又不見你去那些 搞笑 你都 啤梨和康正 吵得到爆 那當然 喂 老實說 我覺得康正一定是吵得到爆 是的 他是感同身受 一定吵得到什麼 就是 只是拿倫敦去做一個例子 如果你做這些影片 其實最好的就是 戴一下頭盔 先 告訴大家 我現在 我只是用倫敦 倫敦物價 本身是偏貴的 就好像香港的銅鑼灣 只作參考 大家要敬請留意 我也會先掌握 但你不是 唉 搞笑 然後到第三件事 看看有沒有時間說 有時間說 因為最近發現 有些人在罵 林超英 就是前天文台台獎 就說他不開冷氣 又說他很按鈎 笨賊 就是夏天36度 35度 都不開冷氣 還是零電費 OK 只是開風扇 然後就串他 又一樣 那樣 但是我覺得整件事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就是我不明白 首先我不明白 那些網民為什麼要罵他 先 就是 起碼林超英 現在是身體力行 告訴大家 他是一個環保人 OK 就是不像一些人 經常跟你說環保 但是他轉頭又拿飲管 又拿膠袋 他不是這一種 他是真的告訴大家 我是不開冷氣 我是要做到 碳排放 大大減少 人家真的做得 說得出做得到 所以我就不明白 那些人罵他 罵什麼 有什麼好罵 就是你做不到 但是 不代表別人做不到 那你怎麼去罵他 就是嚴格來說 我自己覺得 這麼多位高官 雖然他是前官員 沒有官員的 前天文台台長 就是我自己覺得他 已經算是比較貼地的一個人 那你有什麼好罵 有什麼好罵 如果連林超英都罵 其實你沒有 你個個都罵 告訴你 是不是 就是離地又罵 貼地又罵 你真的 你這班人是不是為罵而罵 說得 沒有意思 好了 我們現在就正式去講一下 第一個 topic 待會兒 第一個 topic 就是想講 TVB 沒有TVB 東張希望的20宗罪 好 我有 還有 等一會兒 轉一轉畫面 先 OK 轉一轉畫面 先 好了 簡單點跟大家說回背景 總之 有一位疑似是前員工 對 東張希望 東張希望 之後 在Facebook上出了個post 就直接是 吊架 東張希望 這個節目 為什麼要吊他呢 就是 這個節目 表面上 好像是 跟別人伸張正義 對不對 就是跟別人爭取公義 公道 但是其實他 這間 這間公司 大家都知道哪間 還有這個節目 根本就是 混蛋 我以下講的內容 都是那一位 上面也寫得明白 疑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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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似員工 投訴20宗的大罪 給大家看一下 你當是吃花生也好 聽聽也好 我自己看完 都覺得 都很過分 如果真的話 就真的是 真是很混蛋 大家看一看就知道 首先 第一宗罪 沒有提供入合合約 給入職的員工 入職的時候 沒有合約給你簽的 全部 什麼上班放假 放工的 全部都是 這間公司安排 OK 那首先 這一點都已經是 很有問題了 我自己就不太明白 為什麼這個前員工 會做這份工作 既然沒有合約的話 其實本身對你是沒有保障 所以這件事 我就不太明白 為什麼你要 在沒有合約的情況之下 都要做這份工作 OK 我理解不了 但是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我只能夠說 這個公司 會用一種 自由工作的形式 去聘請人 其實自由工作 都可以有合約的 可以有些 不像是長工那種合約 如果你自由工作的話 其實你都是斷工作計 你都可以 叫他做一份合約 或者說這個工作 怎樣怎樣 做多久 都會有的 其實你要求他 就有的 但是 眨眼所看 其實這一種形式 都是自由工作的 自由工作 就是自己 所有事情都是自己 背鍋的 就是你沒有任何怨言 OK 就是這樣 第二 就是沒有幫員工 工MPF 無論做了多久 就是開工都不會去幫你工MPF 是的 那 嘩 真是 真是 其實你本身 第一 你上面那個沒有合約 就是他沒有合約 給得來 你是一個freeline形式 去幫他做事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 他 不知道 如果你說走法律 說膚色地帶 他真的可以不幫你工 始終你有沒有合約 證明你是他員工 對不對 很混蛋 如果你說你有合約 寫得明你是哪間哪間 TXB 公司的CAMMAN 的一個合約員工 起碼 也有理由 你都可以說 叫他工MPF 但你都沒有合約 其實你 這件事其實說不過他 就是 總之你 你第一個原因 就是他不給你合約 你這件事 我已經覺得是大罪 我自己覺得 這個員工也有些責任 就是你 起碼你要跟他 request 我想要把合約 正式簽一張紙 一來 起碼你清楚知道 你的工作是怎樣 二來就是 in case有些什麼事 你都可以保障你自己 合約就是保障員工 你不是以為保障公司 對不對 合約很重要 知道嗎 所以 建議那位員工下次做事 真的要合約 到第三 就是沒有買勞工保險 這個 我只能夠理解的就是 這間公司為了方便 貪便 就請了一班 freelance的CAMMAN 一班使命師 就幫他做事 就是貪便宜 不想請一個長期的員工 我只能這樣說 是 沒有 最後他去到自由了 他就說什麼 不知道他講些話很極端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他說 沒有買勞工保險 其實對他來說 就是一件很嚴重的事 因為看得東張希望都知道 就算天寒地冬 黑色暴雨警告信 八號風球 都要強迫他們開工 而且很多時候 Crew車都會嚴重超載 六七個人要逼一輛五人的貨車 所以有這麼多因素 其實沒有幫一個員工 買勞工保險 是一件 十分沒有保障的一件事 就是這樣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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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真的是 糟糕的 沒有買勞工保險 神經病 簡單來說 就是 就是 又是freelance 又或者 真的是一個自由工作 其實 你都是那一句 你歸根究底 你第一點已經說到 他沒有必要合約你 其實 假設你 強積金 勞保 這些 我差點說一句 你是 吹他不像的 如果他不幫你做 你是吹他不像的 因為 又沒有 是不是 法律條文 沒有合約那些字 清楚寫明你是他員工 等等 所以 他是可以走法律 我真的覺得 真的 你可以說是很糟糕的 但是 還是那句 就是 你最好 下次做份工的時候 要求一份合約 如果他死都不給你拍合約 你 但是他又要想你做事 你就 算了 不要搞那麼多 你說你 等錢花的 你有空只不良的工作 就算了 是不是 如果你長期都要做這些 就真的不行了 我自己覺得 接著去到第四 他在那裡說 沒有勞工 沒有紅 沒有補價 沒有病假 沒有假期 什麼都沒有 都真是 瘋狂的 這個是真心 真是瘋狂的 以我現在的理解 這位前員工的那個認識 就 就 就 聽了 真的像是 freelance 多於一份全職 他想用你就用你 接著他想放你 放你 放假是 沒有錢 是的 老實說 其實你這個不算是 東章希望的全職人員 我這樣想 我穿情量都是 當 當一個外判 找一些外判的人 就是 臨時請你 幫我做一兩天 又或者 幫我做一個月 這樣的形式 所以 就 有點奇怪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沒有勞工價 沒有紅價 沒有補價 老實說 你上面都說沒有合約 你沒有合約 其實你都 你都 要求不到什麼 但是 這間公司 用這種形式去請人 算了 都是厲害的 說真的 但是 你是好 你是有福利救 你是有錢 你就不會用這種方法 去不斷 請這些 聘用員工 去幫你做事 對不對 其實他的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想賺盡 錢 就是想剝削完 員工應有的福利 而為這間公司 爭取最大的 利益 是的 那是很糟糕的了 真是很糟糕 這個真的要找東張希望去報道一下 究竟有沒有這件事發生 那 就目前去看 其實已經過了一個月了 這件事已經 就說 東張希望沒有正面回應過這件事 OK 是的 那不知道 不知道他怎樣 但是我也很希望 東張希望 真的可以說一說這件事究竟怎樣 始終這個人都說自己是前員工 是不是真的有這件事 是不是 跟著到了之後的第5 又說什麼放假要自己補錢請freelance 這個規矩真是神奇 OK 那這個真的 真的按鈕的 如果要自己補錢請freelance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不合理 如果你真的以freelance形式去聘請一些攝影師 攝影師 攝影師 你出錢 然後他就額頭 譬如你請我的 譬如你出500元給我 那我OK 我就去接這個工作 我不OK 那我就再見了 你沒理由說你給我一塊錢 然後我說不OK 然後你要我多錢去幫你請你一個人的望舊 所以我覺得這個規矩是很有問題的 也不合理 請人這件事應該是公司負責的 不然是員工幫你請 做什麼勾 是不是 我自己覺得這件事不合理 還有他說放假要你去維修器材 買公司用品 這些我相信在座各位如果有上班的話 都會經歷過的 就算我以前上班 弟弟有時候都會 例如放假的時候 都會幫公司買些什麼材料 但是一時是OK的 我自己覺得沒什麼所謂 但是如果你說你長期 譬如我每個星期放假 你都不斷塞一些東西給我做 我就真的吊出聲 OK 我不會說因為你是什麼經理 什麼supervisor給你面子 我都有假的 我也要休息的 我每個星期都會幫你買器材買材料嗎 不要吵架了 這個真的要看次數頻不頻密 如果太頻密 我真的會吵架的 而且真的很不尊重我 就是這樣 去到下面 第六個項目太長了 跟大家總結一下 就是說 裡面有一位老闆很喜歡吃女的 然後東張希望裡面有很多的女主持都是美女的關係 就令到老闆扯了期間 每天都不斷吵架 認識一下女生 就覺得這位老闆很麻煩 這個呢 我想說這個可以怎樣說 老闆蠢色 是不是 是混蛋的 又妨礙別人做事 老實說 你說你是老闆 你蠢色沒什麼問題 就算是男人 男人色色很正常 不色色那些 我自己覺得 男人色色不是什麼問題 你說要把這個思想行動化 就真的有問題 譬如說要強姦人 非禮人 這些就真的有問題 但是純粹是思想上的色色 我覺得正常 但是純粹是思想上的 聽她說什麼老闆 經常追求女生 阻礙她開工 阻礙大家做的事 這個一定不適合的了 你追求女生就追求女生 無故阻礙別人做事做什麼 我只可以說這個不是一個好老闆 阻礙了 但是你又說句不像的 老闆說不喜歡做辭職 我自己的想法是這樣的 我都改變不了我老闆的 她是要色情 她是要追求女同事 我說句不像的 是不是 唯一能夠做到的就是 你追求女生 你不要阻礙著我 但如果老闆是那些很興奮 繼續追求女生 又不理別人的感受 那沒有了 算了 你應該把名字都打開了 不是 應該把名字都打開了 等老闆出來澄清一下也好 如果這個前同事也打開了這個老闆的名字 其實這件事的可信性又大了一點 始終他真的打開了名字 可能行內的人都知道是誰 所以可信性是高了一點 第七 炒人毫無理由 一間正常公司炒人寫一封 warning letter 就算同事沒有問題 他看你不順眼就說炒炒 那不要做了 我現在月底發現一間公司是有問題的 那不要做了 說真的 你想想 又不准合約你 是不是 又沒有嫁 又沒有勞工 又沒有 什麼嫁 什麼都沒有 說真的 我真的覺得 算了 是不是 炒你又不需要理由的 那你留在這裏有什麼意思呢 炒你的時候沒有代通資金 沒補需 沒OT 什麼都沒有 簡直他們惡了就怎麼樣 那這件事呢 說真的他有沒有合約 你就真的出句不像的 對不對 即他是混蛋了 我已經說明他是混蛋了 但你第一點都已經說了 他跟你沒有簽合約 所以就算他不幫你供MPF 他不給你 保水給你 不給OT 錢給你 其實沒問題 即他是可以理直氣壯地調回你 始終你沒有合約嘛 那你可以怎樣呢 但是只能夠說跟公司很混蛋 如果真的這樣 OK 之後這個 什麼老闆沒有一天準時開工 呃 其身不正 那這個就一般般啦 我之前那些工作呢 那些老闆都是沒有準時開工過的 通常都是 譬如10點開工 那些老闆會10點半 11點才回 就是這個我自己覺得不是說什麼太大問題啦 不知道 可能是一個普遍現象 我要慢慢問大家 究竟老闆是不是會經常遲到的呢 嚴重拖樑 情況非常嚴重 平均每一個月都遲十幾天 那這個 這個基本程度都沒有 那就是糟糕了 這個可以怎樣呢 老闆說人工包給我色情 神經病 大家想事不要那麼瘋 如果人工包色情的話 應該不只那個假啦 不會有這樣的事情 放心 沒有合約 等於 給他帶條道理這樣做 沒錯啊 大家明白就最好啦 因為始終你從第一個項目開始都說到 這件事是沒有合約的 所以你下面你剛才什麼拖樑啊 這些什麼炒人沒有代通資金啊 沒有理由啊 什麼放假要補錢啊 是不是啊 沒有勞工價 紅價全部都 他都是可以理直氣壯跟你說的 因為沒有合約嘛 對不對 你是吹句不像的 所以 到最後真的奉勸這麼多位 尤其是年輕人呢 很多時候都是 利致當頭嘛 見到有錢賺就什麼都不管 但是可以和大家說 你出去做事 無論去freelance 也好 怎樣也好 最好啦 你 正正式都有一份合約 就算公司不讓你 你跟他request 問一下會不會有這張東西 雖然是很麻煩的 你會無故叫公司給你這張東西 可能是 他人事部要再打一篇東西 然後就只是為了你 打一張contract出來 就給你簽 簽完之後就算交數 但是這一張東西其實是可以保障到你 是不是 就是去到最後 譬如你做了一下事的時候 如果他說他不出糧給你 你是出不上的 因為你都沒有合約 其實你證明不了你是這間公司的合約員工 臨時員工 是不是 就是在法律上 我說得再白一點 就是你兩個只是陌生人 是不是 就是他可以誣到你說 其實我是叫你義務幫我做事 你自己一開始 say yes 你說ok跟我義務做事 你現在做什麼 突然間又說要出錢 他可以誣回你 是不是 所以合約是很重要的 OK 就正如 為什麼好呢 不要合約 有時候那些 對話也很重要 是的 我很記得以前我那間公司 就是 很久以前做咖啡店的時候 我那間公司就 寫明說 有商量 但是他的合約是沒有寫的 當然 他是不知道 WhatsApp那些有說的 然後後來 當然是反悔 借一些假裝沒事的 去到年尾的時候 假裝沒事 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然後當我們追問的時候 那個經理他就說 咖哪裏又沒有啊 沒有說過啊 哇 屌你老母 我整個人真是瘋了 是不是 當初口口聲聲說有什麼商量又成 去到之後 又沒有理到 甚至是說沒有這件事 然後最後真的生氣到我 我是 CAP了所有的WhatsApp對話 那些截圖 找了同事 找了同事 CAP了所有的圖 證明那間公司是真的有說過的 然後就叫了整間公司的同事 就把這件事 放上去小花錢債那裏 告這間公司 最後就是 我們這間公司 基本上三四個同事 一起走 屌你老母 你真是Bick out我 告訴你 一間公司最重要 不是說你有多少錢 是員工 知不知道各位 你有多少錢 沒有用 最後要做到這樣 才逼到公司要妥協 起碼 辦妥事 作出讓步 跟我們談 但是去到之後 因為我們太生氣了 然後就真是 屌你老母 真的 我們真的告上法庭 去到小花錢債那裏 然後對著法官 然後我們有了所有文件 然後法官看完之後 他就說 喂 雖然你說你的合約沒有寫 但是你有口頭承諾 甚至乎是你WhatsApp的對話 都是有法律效用的 你是說明有商量的 我們是有整個截圖給他的 然後就問回那間公司 為什麼你現在出義反義 那間公司是 啥都不能啥 當時我看到那個公司的代表 然後那個女人 那個女人 那個女人很厲害 她又回答不了 她無憑無據 然後她就一直說 沒有啊 之前我們都沒有說到有商量 我們已經說了沒有 然後法官就說 那你什麼時候說了 有沒有寫下 然後她又沒有啊 沒有啊 然後她吱吱吾 那樣 你到底知道什麼 我在旁邊真的忍著笑 你知道嗎 我免得我怕他笑 然後被法官說藐視法庭 混蛋 這些這樣的 悉公司 我免得開名 都完了 最後當然是我們成功了 然後那間公司就 逐個逐個賠錢給我們 你不知道要計算一條數 賠錢給我們 這樣 是一個很成功的個案 但是這件事都說了在19年之前 如果在19年之後 我想這些勝數的機會都不太大 知道嗎 所以經過這件事之後 令我深深體會到 合約又或者是那些口頭承諾 字面那些承諾是很重要 譬如你老闆 又或者你公司對你作出這些承諾 要不就留下它 要不就跟它說 不如我們黑紙白紙 寫到明了 不要這麼煩 你不要只跟我說 什麼13個月糧 每一個月出二萬 你不要跟我這麼說 你說是沒用的 你不如先寫下 大家簽了紙 最好當然要拍照 希望大家出去做事也是 要保障一下自己 好嗎 接著去到後來 硬屈我們是自顧人士 入職的時候說明是月薪計 其實老實說 正如我剛才所說 他都已經當你是獨立了 只不過你這個獨立是一個很特別的獨立 你是出月薪的獨立 沒有合約 他說什麼就什麼 所以他去到這裡硬屈你 你就真的催不上 始終有沒有合約 寫到明你是他的員工 你是受僱人士 你沒有 沒有簽到 所以我自己覺得這個員工是挺慘的 希望你經過這件事 經一誓一誓一誓 買一個教訓 下次記得做freelance也好 跟別人做事也好 最起碼有一張合約 臨時合約也好 怎樣也好 總之一定要有一張合約 扔掉公司印 有簽名的 不管他說多忙 怎樣也好 總之你一定要找到這一份東西回來 保障你自己 OK 他說什麼不肯給糧單 入息證明都沒有 這個真是 沒有啊 其實可以怎樣 器材殘破不堪 要用就要我們自己給錢買 這個真的很糟糕 原來東張希望那些器材 要這樣嗎 要聯絡到 要叫那些freelance去幫你買 哇 不肯定是吧 這個真是好墮縮 是不是 雖然 不肯定是 為什麼我呢 其實你不要說大公司 有時候那些學校借器材 都是糟糕的 我以前 我記得以前 在學校 幫忙拍片 去借器材 接著 學校的器材 都是 那些 那些型號 是不是 更老過我爸爸 我心想 喂 是不是人用的 就是 家學校 又不是這麼複雜 好心給多些錢 upgrade那些裝備 是不是 就是差 差在是沒有用freelance相機 要不然我真的吊出 sample 去弄壞它 是不是 就是那些相機 還在用那些十幾年前的模特兒 扔了你腦袋那些 那些 還有那些電 不知道用過20分鐘 是無緣無電 嘩 真的很難看 我是完全明白 但是這一種感受 所以 但是 真的 我是明白的 是 說真的 真的 還有如果要自己給錢去買 那 沒有啦 我建議不要做這份工 你貼錢買難受也算 要貼錢買器材 你這樣做做做 你就會發現 你一個月可能賺得過 一兩千元 是不是 人工得400至600元 一天 一天啊 你看到大家 第15條載 人工得這麼少 等一下 哇 輕機 彈了出來 看看 哇哇哇哇哇 好 這裡 人工得這麼少 400至600元一天 神經病 一天啊 是不是啊 他說 就算你半夜開工 都不會有的士 錢 然後要你自己去 坐的士 扣扣 只剩二百多 哇 撐你 不要做了 師兄 是不是啊 一天只剩二百多 一天 一天 一天我當你十二個小時 一天啊 是不是啊 全天啊 我就算我當你九個小時 你普通上班了 你四至六百元 你外面周街都是啦 你隨便做份 part time都有啦 是不是啊 搞笑 還要是沒有的士 的士 你想想你 坐的士 三間半夜坐的士 過去做事 喂 你差點 只剩二百多元 倒入袋 二三百元 是不是啊 怎麼搞啊 不要做啦 唉 我真的 我也不知道給你什麼反應 是不是啊 可能老吹 別跟車太好 有機會的 我不排除老吹的 所以我戴上頭盔 放心 放心各位 我戴上頭盔 我只是說疑似的 只不過他有一道 這個呢 就不清楚了 他是有開過這個老闆的名字 不過是被這篇報章遮了名字 他又開了他的名字 如果行內的人知道這個老闆是誰 這個前員工的資料就有點厲害了 OK 當然要等其他行內的人去再說啦 我又不是行內的人 所以沒辦法說 說這麼多 OK 大家就 你當是吃花生 看一看 了解一下 還有 東章希望 快點拍一輯去 調查你們內部員工 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事情 不過應該不是主持那邊的 就是按照這樣聽下去 他好像是那些主持 就是跟著那些主持 出出入入 做一些拍攝 採訪的那些主持 所以真的要那邊的人 才會知道究竟這件事是真的嗎 但是 我想他們都不會說出來的了 就算他們知道這件事是真的 那些主持也不會說出來 因為要賺錢 就是他們都不會想做臭自己的肚子 對不對 如果他們說出來 可能 就是 最糟糕的情況就是 他們 不會再有工作職 就是在行內 就是 那些人看到你 你爆了這些東西出來 是不是 就是 就不會有那麼多工作職 那就賺得很少錢 那他們都有他的顧慮 那這件事自己想吧 這個大家當吃花生OK的 逃避責任 這個 去到第16 逃避責任 避得就避 OK Well 不知怎麽說好 逃避責任是 每一間公司都有的 的問題 是不是 尤其是老闆 老闆很喜歡射博的 什麼都不理 有什麼事 無故叫另一個人幫他頂 又說不是我跟開 是不是 那些經理經常都這樣說 所以我覺得沒什麼太特別 做什麼 涉嫌盜用他人文件 那這個他就說 那個老闆 就用了別人的電話 用安心出行 對 接著他就說 喂 刑事的 是不是 就是 他說東張希望 平時又為人請命 但 就是 內部的老闆 居然做完這些事情 是的 就不屑這種行為 OK 都真的有點兒戲 是不是 拿別人的那個 安心出行 算了這個人要不作評論 這個 是不是 就是 近何況的 我個人個人覺得 安心出行是廢的 所以 唉 真的 我也不知道有什麼可以評論 就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這個安心出行 是沒有什麼太大的作用 是嗎 就是 尤其是 如果大家有用開 你就明白 大家試試 冷靜一下 放下電話 想想想你最近出街 用那個什麼 安心勾行 你想想 是不是真的有用 想想 真的 我看到很多人現在就習慣用 每一次出街都在嘟嘟嘟 又在那裡掃 但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 你 你 做什麼呢 是不是 當然 政府跟你說什麼防疫 什麼有用 但是 有什麼用 是不是 真的 真的 我真的完全看不出一些什麼作用 是不是 我就覺得整件事很 不知道怎麼說 就是 很奇怪 現在不斷叫你嘟嘟嘟 到最後 會變成怎樣 就是變成 現在的那種 紅黃馬 很搞笑 他不會叫健康馬 叫紅黃馬 是不是 又是一個言語藝術 就是 就好像告訴別人 我現在 我是沒有推人健康馬的 是你班人自己亂套的 我推人一個叫做 紅黃馬 你不就是一樣 是不是 搞笑 你紅黃馬那個制度 那個模式 又是健康馬 收皮了好不好 好 所以 為什麼之前這麼多人 包括我 都跟大家說 這個所謂的安心出行 到最後一定是變成健康馬 一定是會 查到你的行蹤 你相信他就死定了 你想想 從一開始 他說到 不會侵犯 個人私隱 是不是 說得這麼明確 到現在都變了 借一些 在apps下面的 秘註 那些位置 都說明 可以截取到 哪些個人資料 等等 他還要偷偷地 改的 他不會告訴大家 他還要偷偷地 那你就知道 可信極有限 是不是 他都可以做這些事情 而 今天的紅黃馬 到最後 是演變到什麼 你看河南 就知道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沒有看新聞 河南的銀行 很多間的銀行 都開始拿不到錢 有一班中國人 就走了過去那邊維權 俗稱上訪 希望可以拿回那塊錢 血行錢 而那班人 大概有一千多個中國人 當他們進行了那些維權之後 回到家的時候 就發現 他們電話裡面的健康碼 全部變成紅碼 那你就可想而知 我們香港以後的紅黃馬 會變成怎樣 是不是 你就會明白 對不對 這件事不用說 到現在還有人 相信 這個所謂的 安心救行 是真的用來防疫 用這一班 沒得救的 是不是 你不用理他 你不用再 跟他在這裡 說這麼多事情 沒用的 這班人是沒得救的 還是這麼天真 覺得 是真的用來防疫收皮 搞笑嗎 現在 全世界 都不斷開關了 就是中國 就是香港 澳門 一些地方 還是封關 我都不知道做什麼 是不是 基本上 全世界各地 不同國家的人 都知道 基本上 我還封關 我國家經濟 真是吃屎 是不是 我不可以再這樣 繼續 衰退下去 再加上 這個 所謂的疫情 都已經過了最高危的時期 又有疫苗 又可以自我復原 那我搞這麼多事情 幹什麼 是不是 雙風感冒 你自己吃個藥 休息一下 就搞定 怎麼會這麼望遠 封城 封區 做這麼多事情幹什麼 神經病 是不是 所以這個 大家自己想想 不說這麼多 然後到18 拍那些 其實 我自己覺得沒有太多事情 說的了 都是老是非那些 是的 嗯 去到20 就是拍攝手 發手舊 這件事 喂 連年都有人屌 你不要說 前員工 我都會屌 他們拍攝手舊 對不對 不容許創新 這個是那間公司的精神 對不對 OK 現在的重點是 首先 就要 看看有沒有行內的人 可以證明到這個真實性 其次就是想 東張希望 會不會拍一集 去講一下你們有這個問題 不過也不會的 算了 我講一下 是不是 真的搞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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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先 關閉它 先 嗯 好 搞定 這個題目就完了 就是這樣 我真的覺得太笨 見到有這麼多宗序 你問我 我就一定不會再做 OK 做什麼 看一看 看一看 很慘 有這麼說過 如果香港這麼堅持 玩感冒清零的話 香港不單止搞到 勞民傷財 還搞到中轉港拱手 給新加坡 甚至是 搞到新加坡超越香港 其實是的 你想想 最近這麼多的外資 都流入去新加坡 你就知道什麼事了 是不是 和人才 都不斷向外流 都不想留在香港 一來是 政治關係 政治越來越不穩定 是不是 大家經歷了2019年 整個氛圍不同了 香港都 二來就是 可能 可能就是因為 偉大的國安法 製造了很多的 營商環境的限制 三來就一定是 跟感冒 這一場大感冒有關 你想想 你外資的 你做的那些 你做的那些 你的外資公司 很多時候 譬如你大公司 會派一些人不斷出差 你會和不同國家的人合作 會搞很多這些 商業合作 但問題是 你現在香港 還是 可以說半封關狀態 沒有去到中國那一小時 每一次來香港 你都要說隔離七天 現在好一點 現在叫做三加四 但是都是七天的 不要說那麼多廢話 喂 那怎樣 我每一次和人做生意 是不是 今天我飛過英國 和人談完生意 之後回來香港 我要等七天 才可以在香港做事 你老母 沒有 現在就好像說等三天就可以了 等三天之後那四天 就可以容許給你工作 但是你等那三天 三天不可能是錢 不可能是成本 每次都要等三天 我每次都要等三天 我每次都要等三天 回到香港等三天 然後又去新加坡 談完生意 之後回來香港又等三天 三天三天又三天 你哪有那麼多的生日 所以沒有 其實你現在的趨勢 一定是新加坡會超越香港 是不是 你不要說新加坡 你去到後來 其實是深圳都會超越香港 是啊 不是 我不是說笑 可能是上海都已經超越了香港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就是 老實說 你香港都變成了中國 就是一個 雖然說 都是一個省 一個城市 是不是 就是你自己把香港的優勢 拱手相讓給新加坡 拱手相讓給世界各地其他地方 所以其實你香港 你沒有了這個優勢 我記得我19年 2020年的時候 其實和拍片跟大家說了 就是香港的優勢 你這樣 這樣打壓 這樣剝削香港的言論自由 集會自由 新聞自由 是你搞到香港的優勢 逐漸暗淡無過 是你搞到香港緊揚 所以去到最後 其實 真的不難去預視 你香港 沒有可能再繼續 站穩 國際金融中心第一位 你不要第一位 頭三都不是輪到他 不是頭五都不會輪到他 你怎麼搞 是不是 然後 還沒計算那些人才 向外輸出 老齡化社會 勞動力急速下降 然後每一天 就是輸入那一堆 就是 那一堆 150人 每一天 就是輸入那一堆 150人 你對香港 就是 貢獻有限 說真的 是不是 所以你可以想想 我可以 我可以有什麼希望 如果你說 在香港 是不是 快要變成三線城市 這個真的要投訴 其實明明香港 不是快要變成三線城市 但是 樓價物價都很高 我是覺得完全不成正比 是不是 等著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真的覺得 什麼事 我經常見一些黨媒 還有一些人經常說 英國生活很 很差 鐵路網絡 沒有香港那麼發達 又很難用那些 移動支付 就是那些行動支付 麻煩 那間屋太大 吵得很累 然後那些牛油 很貴 就是說很多這些 但是我今天就真的很想 逐個逐個去吵 老實說 你這些人 是不是 又不見你這些黨媒 就是你們這些 男士 又不見你講講 香港的生活指標是怎麼樣 就是好像說到我們香港 是不是 每個人都鋒衣足食 魚刺拌飯 每天都在想究竟要吃 一口包 還是要用魚刺 感覺上 好像港人很高尚 香港只是貧窮人口也有100萬 你們這些賊人又不說這一批人在香港怎樣生活 我還沒說一班在中下游生活的那班香港人 真正能夠在香港生活 我不是說生存 是能夠享受生活的那班人 你想一下佔香港多少成 可能一成都沒有 香港多人生活多少成都 香港物價貴 大家都知道 神經病 現在吃一頓飯 你說午餐 說午餐 平均人頭計 便宜一點也要50多 當年有不同地方有不同差異 就像森毛江那樣 森毛江你吃一碟 碟頭飯可能40元 便宜一點可能35元也有 森毛江有些可以很便宜 但是我計算整個平均數 港島 新界 香港人的一個午餐的價錢 但是最搞笑的是香港人的最低工資 只有37.5元 你這班黨媒又不見你說這些 你以為香港人生活真的很享受嗎 你想想 最低工資1小時37.5元 基本上我要打2小時才能夠吃到一個 香港平均午餐 你這樣叫好嗎 一天到刻只會說英國怎樣怎樣怎樣 很差啊 牛油貴啊 泊車貴啊 又說油貴啊 你先看看香港吧 你香港現在的汽油很便宜嗎 你香港的汽油現在升到多少錢啊 20多元 我記得當年我開電單車的時候 我都是說17元還是16元左右 你現在升到20多元 這些不算是貴嗎 真的 就是英國貴嗎 這也夠了 好 那就跟大家說一下第2個topic 就是這個 陳子新 這位 曾經是TVB的演員 就轉了做KO的 跟大家分享一些英國的生活 是不是 跟大家去講一下 大概去講一下 首先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他的那條片 那我基本上整條片都是看完的 是的 總之我自己看的那個感覺就是 因為 斷章取義 拿了英國最貴的那個城市 就是倫敦 去代表整個英國 我覺得這件事本身也是不對的 而且你又沒有跟大家去講清楚 是的 這件事不好的 你可以的話 我自己就覺得你一開始應該跟大家說 我現在就拿了英國最貴 消費最貴的那個城市 倫敦 做一個參考 給大家去感受一下 英國最貴的城市倫敦 東西裡面有多貴呢 你這樣說我也會強一點的 就正如我在香港那樣 我跟大家去介紹香港或者跟大家去講香港的物價 我不會一來就跟大家說 銅鑼灣的 是不是 不合理 我這樣說就是忽視了荃灣 張君澳 沙田 油漸旺這一班人 這些地方的物價 是不是 如果你真的想找最貴的地方沒問題 你要先說明 OK 就是 起碼讓大家有些心理準備 和知道一下 但你不是的 你一來就說英國很貴 什麼都很貴 又說這個貴的那個貴就丟你了 你拿到最貴的地段 怎麼同 就好像那些人經常說英國的樓 跟香港差不多 那當然啦 你拿倫敦去比較嘛 是不是 你試一下去看看曼城 就是香港人最多移民的地方是曼城 那邊的樓價 跟香港怎麼比 香港一棟樓 起碼買兩棟 搞笑 所以 我自己覺得不同地方不同的差異 大家要體諒這件事 逐個逐個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 首先 陳子生 他拍了一段影片分享英國的生活 他就聲稱已經用了最貼地 的方法去分享一些英國的生活 而這一位 陳子生 他本身也是在英國長大的 我覺得最諷刺的就是 一個 在英國長大的人 居然你是這樣去介紹英國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是 是bullshit 就是 我看完整條影片感覺 像是一個 剛剛去英國旅行 和大家分享一些英國的 日常生活的一個人 而不是一個長期 又或者可能在英國讀書的一個人 分享出來的東西 OK 我覺得很搞笑 首先第一 他租了一個 兩星級的 類似賓館 那樣的東西 他聲聲就說很貼地 租這些 兩星的賓館 不租一些酒店 然後他就說到 他那間 兩星賓館 我目測 我目測看到是挺大的 而他就說 都要參加500元 即他兌換港幣 500元港幣 一萬 他就說很貴 一個兩星的賓館 然後他就說香港 都找到了 如果你說兩星也有很多選擇 所以這個就很貴 是不是 但是 我想跟你說 那我 當然沒有去過倫敦 但是我 上網 我就拿回一些例子給你看 你說到說什麼 香港兩星那些 很便宜 很多選擇 我就拿回 香港最貴的地方 我拿回香港 出香港仔 香港島那邊 我拿回香港島的地段 我就找回香港島那裡 二星的賓館 究竟一晚是要多少錢 OK 我現在 給你看 你這個老美 特意找給你看 你說 你說英國貴 是不是 你這個老美 英國貴 你看 我找了 大家看到 香港島 香港島 我那個位置遮蓋了 香港島的二星級 寫得明 二星級 大家可以看 銅鑼灣賓館 二星級 765元一萬 便宜一點 724元 是不是 有個貴一點的 二星半的 895元一萬 再滑下去 909元 765元 有1000元 兩星半 1090元一萬 我說的是兩星半 是不是 我拿香港 最貴的地段和你比較 因為你在拿倫敦 OK 你自己看看 有個二星 兩星的 834元一萬 那我就真的很想問 陳智新 你那個英國 二星賓館 這樣叫貴 500元一萬 這樣叫貴 港幣500元 不是英鎊 香港 還好意思 拿香港做比較 你到底有沒有上網做過資料搜集 再加上你可以看到 你那個老美 真的是一間二星 我就拿銅 這個算好一點 545元 545元 這個我當是比較貼近你 你在英國住的那間 二星賓館 但是你看一下 你就是看一些照 我告訴你 你在香港 租一間二星賓館 你的房間 是不是 你頂窗都是住的劏房 你不會住得多大 但是我看你那條影片 你那個雖然聲稱是兩星 的一個賓館 但是你裡面的內櫳是很大的 起碼百幾二百尺 你裡面的房間是很大的 你想想在香港是否找到一個二星賓館 能夠租到你這個這麼大大大小的房間 神經病 你找一下 你試試住這一間 五百多元這一間 你看看裡面什麼環境 你看看能否轉身 是不是 搞笑 我自己覺得 英國物價貴是一個事實 沒問題 你說物價貴也好 沒問題 我是完全接受到的 甚至乎是一個 common sense 就算你不說 全世界的人都會知道 但是這個問題是 你現在是拿英國最貴的東西 OK 英國最貴的地段 物價最貴 生活水平最貴的一個地方 然後不斷在說英國 什麼東西都是貴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是不是 不是 你用倫敦 去總結整個英國 給我感覺 就像我 跟別人說 香港的物價 你看銅鑼灣就可以了 你不用看荃灣的 你不用看上水的 你不用看 旺角的 你去銅鑼灣看 就是香港的所有物價 我都不會跟別人這樣說 師兄 是不是 還有有個仆街的地方就是 你還要拿英國最貴的地段 他跟香港去比 搞笑 然後就說香港 那些東西很便宜 很划算 我屌你 你現在 你就算拿倫敦 最貴的地段 拿那些異星的賓館 我跟香港比 告訴你 香港比倫敦更貴 是不是要反省一下 是不是 屌你了 香港比倫敦更貴 總意思說話 香港樓價全球最貴 沒錯 如果是樓價來說 香港最貴 神經病 倫敦 就算你真的說到最貴的地段 都沒有香港那麼貴 你又不說這些 是不是 搞笑 那好了 到了之後 第二個點 陳子生 他就 再說 他去了一間 Burger King吃東西 之後他就 自助點餐 點了一個Burger 他就告訴大家 這個Burger很貴 要成 港幣 好像八十幾 港幣 一個 一個河母包 八十幾 港幣 他就說 很貴 是的 他就說 想不到 吃個河母包也要那麼貴 在英國那裏 OK Fine 那我呢 我個人是很糟糕的 我當然是沒去過倫敦 甚至倫敦的Burger King 一定沒去過 我就上網看看 我就上網參考一下 因為我真的不認識 我就看看倫敦的Burger King 英國的Burger King 是有多少貴 你說 你說 八十幾港幣 是不是 好像很厲害 我上網看看 但我就發現 糟糕 感覺好像也是糟糕的 你說的話真的不準 我上網 直接在Burger King的網站 我發現有一個問題 其實 為何陳子生的 漢母包那麼貴 因為原來他是單點一個號碼 單點一個號碼是可以很貴 但是呢 大家是可以看 如果你是買一個餐 是可以很便宜的 大家看到 你看到嗎 是不是 5英鎊 4.99英鎊 就可以有一套 套餐 有一套 是不是 所以你這個舉動其實是很誤導的 你是誤導了很多想了解英國的人 你是錯誤地告訴他們 原來英國的Burger King 裡面的號碼是個個都那麼貴 其實不是 我想說 OK 首先你只是單點了一個號碼 這是你不知為何無緣無故單點了號碼 我理解不了 其次就是可能你 單點那個號碼 如果號碼本身的價錢也是偏貴的 那你就用了這個的價錢 這個號碼 去蓋過整個Burger King的所有號碼 我就覺得很混蛋 是不是 我上網看 你Burger King的平均一套的套餐 大哥 不貴的 是不是 甚至乎是 我只是說一些便宜的號碼 真的在說 3英鎊 是的 有兩套套餐 大哥不貴的 知道嗎 貴的 是不是 平均一個套套餐都是5英鎊 二人套餐是10英鎊 Family Bundle 真的不貴 是不是 當然 看你怎樣看 觀點的角度 以香港人的角度看就貴了 你香港人賺多少錢 最低工資37.5 但是你英國不同 你英國人每一個小時都賺100多港幣 以別人的標準來看 那別人就不貴了 是不是 師兄 是不是 剛才有個 觀眾都很聰明了 他都說到 中環吃過Burgan 不是又是80多元 就是了 有多麼出奇 你找香港做比較好嗎 搞笑 所以 老實說 看到這裏你就明白了 他這裏 基本上沒有什麼參考價值可言 你只能夠給別人的感覺 英國什麼都貴 就是用香港人的身份 香港人的角度去看英國 倫敦的地方 是什麼都貴 這個其實是common sense 正如我自己 就算我走去倫敦 我都覺得那邊什麼都貴 因為我是賺著香港的人工去倫敦 我不是在倫敦打工的 所以我就覺得那邊什麼都貴 是不是 搞笑 還有 喂 你本身是一個 英國長大的 一個英國讀書的人 你沒理由不知道倫敦是便宜一點吧 抵食一點吧 你不會不知道吧 那為什麼這條片你只是無緣無故說 你單點的學武包完 就說好貴啊 所以英國物價是好貴 為什麼夠 是不是 什麼為 有時候不你按夠真的不行 是不是 有便宜的你不叫你 專門叫我貴的 然後你就說英國物價很貴 哪有些減銀樣的 神經病的 是不是 就好像 我去淡仔吃東西 我叫過 過叫米線的 埋單六十幾元 然後我就跟大家說 我就說 淡仔真的很貴 平均消費都要六十幾 減銀樣的 你很傻的 你不給人家叫一宋嗎 不給人家叫兩宋嗎 是不是 你不給人家 不加點飲嗎 就是四十幾元 埋單 有便宜有貴的 但是偏偏就是要 叫最貴的 然後就說 Burking是這麼貴的 瘋子 我真的覺得不可理喻 你想想一個 在那邊成長的人 都還是用這一種的思維 是很有問題的 你明白嗎 不要說我陰謀論這樣說 都不知道你是不是想 是不是想幫某些人去唱衰英國 怎樣怎樣 真是 我都不知道怎麼形容 真是 那麼第三點 我想跟大家說 剛剛跟大家說了 就是為什麼我看完他的影片之後會這麼反感 覺得這麼不合理 甚至說斷章取義 因為 老實說 其實每一個國家每個地區都有它的物價水平 物價指標 是不是 是沒有得比較的 OK 而每一個地方有它的物價 也有它的收穫水平 有它的 人工收入的水平 因應 不同的收入 就有不同的物價 是不是 你不會看到譬如我假設 有一個國家 平均 就是月入只有三千元 就是人平均月入只有三千元 但是你不會看到當地的物價是 吃個航母包就要百多元 你明白嗎 這些是相對的 你要了解到這一點 知道嗎 所以 老實說你說你英國貴 倫敦貴OK 沒問題 那裡真的是貴的 以香港人的角度真的是很貴 是不是 你說入油 泊車 幾十元 幾百元 是呀 是很貴 但是有一個最大的問題是 你 應該要想一下 究竟 英國的物價是哪些人去承擔 就是英國人 就是 在英的港人 承擔這個物價 是不是 你好人好者 你香港人 你不會去英國叫外賣 你會不會走去英國叫外賣回來香港 你不會的 你了解不了解 所以 當地的那些人 接受這個物價 有什麼問題呢 我真的很想問 是不是 我上網看回英國的最低工資 我講23歲或以上的那些 最低工資是每一個小時 9.5英鎊 糟糕 等一下 我 糟糕 我為了要 真實的呈現給大家看 我現在看看可不可以找到 先看看 好 9.5 掃給大家看 87.54港幣 一個小時 大哥 人家最低工資 我都不知道 是不是 差不多90元 可能我計算他平均 當然最低工資是一個 最極端的情況 你都不會只拿最低工資 就算香港人 你出去打工 你去M記做份工 你都不會拿最低工資 譬如 我們香港人 最低工資是37.5 可能你M記做事也有 45元 50元 所以你計算 以當地英國人 去這樣計算 雖然說 他每個小時 是一百多元港幣 OK 那 人家用這個 月入 這個薪金 去承擔當地的物價 有什麼問題 是不是 我真的打擾頭 有什麼問題 是不是 你剛才 你 我們剛才上網看的 薪金 一個Z 4.99英鎊 一個Z 但是人家最低工資 是9.5英鎊 是不是 只是用了他 半個小時的時間 就已經是可以換到 一個薪金的套餐 有什麼問題 你試一下看看香港 剛才跟大家說了 香港37.5 最低工資 你現在香港吃個午餐 你不要說午餐 我隨便說吃個M記 你都三十多元 是不是 你不吃最便宜的 普通的 普通餐你都說三十多 我 現在用了一個整個小時 整個小時的糧 才可以換到一頓飯 吃飯吃 你媽媽 哪個嚴重一點 是不是 所以 你只說物價指標 是沒有意思的 你要說你就要說 當地的整體生活水平 是不是 因為生活水平 是計算所有東西的 你個傻 現在香港有多慘 外面做人 如果拿最低工資的話 是連一頓飯都買不到 只可以吃什麼 兩頓飯 我真的想說 你會發現 很搞笑 我不知道有沒有英國的朋友 其實 為什麼我想說這件事 因為我有一位 加拿大的朋友 無緣無故問我 究竟香港有什麼 有很多人吃 很流行的食物 接著我跟他說 兩頓飯 他問我 什麼是兩頓飯 你各位 後面談談我才知道 其實是一個恥辱 我以前也不知道 我去到後面 想想 其實兩頓飯 都真是 某程度上反應 為什麼呢 其實香港是在衰落 真的要聯絡到 兩頓飯是興旺的 最近我還要知道 銅鑼灣是開始開兩頓飯的店 屌你媽 銅鑼灣 開兩頓飯 開最廉價的 的飯 的套餐賣給香港人 你就知道香港人現在在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是不是 你比香港人二三十年前 你跟他說吃兩頓飯 香港人 兜巴車也在那裏 香港人 是不是 在說回歸前 輪嵌前 哪有 你 都不會有人提 兩頓飯 這一個字 是不是 所以 其實兩頓飯的現象又可以講一講 或者遲些有興趣的話 我都可以研究一下 然後拍影片跟大家講一下 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你跟其他國家的人去聊天 你會發現 人家是不知道什麼兩頓飯 他覺得很新奇 原來有這樣的事情 是不是 當然你跟東南亞的國家 別人會有的 譬如你去 什麼 柬埔寨 有的柬埔寨 但他們那些不是叫兩頓飯 他們只是一個 總之債給你 他不學飯 然後前面有一堆送 我吃過的 柬埔寨吃過的 然後就要有幾天送給你筆 筆在那個盒子 筆完那個盒子之後 他就會幫你計算錢 我記得是這樣的 也有的 但你想想 柬埔寨 這些地方 有兩頓飯 現在是香港 普及化了兩頓飯 柬埔寨是什麼國家 香港是什麼地方 你這樣比較 你就會覺得香港很慘 你要 你要去到 變回東南亞那種 柬埔寨的國家 人家流行兩頓飯 要去到 人家柬埔寨的那個 的level 你是不是很興奮貓 是不是 柬埔寨那裡有什麼 不是有很多菜 我以前吃 我真的吃過那些 蘿蔔絲 還有一些千奇百趣的東西 我就沒有吃到 我有個朋友 就吃了 他就吃了那些 炸蠍子 不知道 好 很噁心 有個蠍子 真的整個 圓狀的 炸的 你這樣 不知道我 在這個盒子 然後我就真的很想吐 他後來就叫我吃 他說 Try Let's try my friend This is good 你了 我真的心想 不是吧 你過吃這樣的東西 但奈何我都想融入一下當地的文化呢 那我也吃了一點 然後 你不吃油自可 一吃我就發現 他那些 那些 那個竹 即是那些手 那些刀刺 頂了那條舌 很難痛 然後我就 迫著吃 然後就說 Taste good very good 這樣 然後還有很多東西 如果你是有走過 柬埔寨的那些 小食檔 就是街邊檔 他們是賣的 炸蠍子 炸蠍子 爆炒蠍蠍 很多這些 好奇奇怪怪的東西 什麼窩牛 什麼東西都有 真的 我並不是吹嘴的 大家有去過柬埔寨旅行 你就明白我說什麼 尤其是那些炸蠍蠍 我也有吃過 膽粗粗試一下 然後一吃下去那一刻 哇 夠命 很鹹 我第一個感覺就是很鹹 因為他可能用一些鹽去炒 咬他不知怎樣 然後就 然後就這樣 然後我直接吞 我還記得我吞的時候 那些手手腳腳 插著我的喉嚨 都很不舒服 然後 不斷喝水 一邊喝一邊說 Good Taste good 然後我真的很想吐 笑了 所以 你看回香港的 最低工資 其實你真的沒得比 其實香港更差 你不要說 不要說英國 是不是 你香港 你香港整個生活水平 已經拉低了 你不跟以前 你現在香港是 收入低 物價高 是不是 是不平衡的 這個 這個社會變態了 是不是 你還好意思說什麼英國貴 人家貴 但人家的工資 不要說工資 這麼大陸 人家的收入 是不是 是有不斷上調的 是追回通脹 追回物價水平的 那麼我們香港呢 你看回香港的入息 你就不明白 追個傻子 是不是 十幾二十年 人工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加到 有沒有一個double 是不是 就是我哥畢業 我哥哥說六七年前那些畢業的時候出來打工也是萬幾 萬一好像是 一萬還是萬一 接著現在那些畢業生出來打工是萬三萬四 糟糕 喂幾乎是 是不是 毫無差距可言的 還可以說別人物價高 我們本身那個收入水平都已經是升幅得 很小了 接著還沒計那些物價 大家有留意 例如我假設 我那個年代 我90後 說媽麵麵 媽麵麵以前 你知道我是賣 小學的時候 賣5毛錢 媽麵麵很便宜 接著是我們那些小學生的 窮人陰脈 小色的時候 又或者上學放學都會買 買來吃 很棒的 一包又大包 接著到現在 你看看現在媽麵麵多少錢 現在媽麵麵5元包 我對上一次在士多也看到 便宜一點都是4元 賣3.5元 但平均價 講平均價 5元包 怎麼玩 喂 過了10倍 師兄 是不是 短短10年貴10倍 喂 想怎樣 還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媽麵麵 你摸上手 你會發現是 是少於以前的 少於以前的 你以往 幾年前有吃看媽麵麵 你就會有這種感覺 以前媽麵麵的包裝 你摸上手很多 握碎它那一刻是很有成功感的 但是現在你隨便找一間七仔 那你當然不要握碎它 純粹是拿別人的媽麵麵 你拿上手你就明白 輕了 薄了 你腦袋 你看看現在香港近10年 如果物價指數升得多厲害 然後人工呢 人工升多少 你人工是不是升10倍 你升10倍沒問題的 原本 是不是 可能每一個月1萬 升10倍 每一個月10萬的 我沒所謂的 扔你媽麵麵我 你只有5元還是10元 沒問題的 但是現在香港社會不是這樣的 現在香港社會是傾盈了 物價樓價不斷升 人工是維持不變的 你怎麽追 怎麽玩 你不要說追物價 每一年的通脹都追要死 你香港人覺得辛苦 是不是 每一年 每一年 什麼都加 又說這個加價 又加不斷加 是不是 搞笑 你香港很舒服 還有 我還沒說一件事 不知道大家知道台灣的最低工資是什麽 雖然台灣的月入最低工資是低於香港 但是我告訴大家 台灣的時薪 最低工資是高於香港的 人家是說 最低工資時薪 168元 新台幣一個小時 168元新台幣一個小時 即是四十多元 看看 新台幣168元 我現在上網看看 新台幣168元 是港幣43.36 台灣是44元港幣一個小時 但你要想想 台灣的物價水平是比香港低 所以你就明白 你香港的生活得很舒服嗎 你媽的 我也不想這樣說 是不是 在台灣打一份工 打一份兼職 比香港更貴 比香港 我真的快要去台灣做黑工了 你媽的 去台灣打一份工 然後用台灣的錢 要在香港那裡花 糟糕 要搞到這樣 你明白嗎 台灣物價比香港 但薪水平是 高於香港 糟糕了 這個世界公平嗎 合理嗎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你看 你看看其他國家 其他地方 怎樣也好 你就明白香港人是很慘的 香港人是很慘的 不要經常覺得 香港真的很好 好像以前那種國際大都會 每個人都是如此老法 沒有的 沒有這支歌仔唱的 是不是 醒一下 唯一能夠 令我覺得 香港還有很多地方好 當然是 當然首先不是物價 不是生活 例如你說到 那些交通 你用英國的交通 去跟香港比 老實說 我是絕對認同 香港的交通 真的是世界級 是不是 即使你去到其他地方 其實 你講真的 只有香港的交通 才會 那麼發達 那麼方便 可達度是那麼高 你想一下 例如你香港 我假設你搭黨鐵 你真的講每一班車是三四分鐘 快到這樣的 但譬如你去倫敦那些 你講一班車可能 10分鐘起跳 是不是 就算你不要說那邊 你台灣也是 台灣我都試過搭那些 那些叫公交車 啊 真是不要說 我試過搭 在高雄 搭一個巴士 首先 去搭巴士要買的那些巴士票 就是講幾年前 我現在不知道 那些巴士票 在用一張紙 那種 然後呢 就要等巴士 他每一個巴士的班次 是30 10至45分鐘 但我們香港呢 我們香港平均7分鐘 有一架巴士 所以你對比一下 其實香港的交通 是很方便 很發達的 OK 你要這樣比較 沒有問題 我是完全接受 是不是 但是你沒有理由 英國很乖 你沒有理由拿著香港的糧 或者英國貴 沒有意思 正常都貴 你應該要想一下 究竟當地的人 負不負擔到那個物價呢 如果當地人 最低工資好像香港那樣的 只有37.5港幣那麼少 是不是 只有那麼少 但他的物價是那麼高 如果你這個時候出來 沒有問題 我是絕對認同你 我真的覺得不合理的 你拿那麼少人工 但你要承擔那麼多的 那些什麼 生活成本 不合理的 不對稱的 你這樣 沒問題的 OK 搞笑 港交通可能要跟新加坡這些城市做類比 都是的 不過說真的 其實你香港 小弟我雖然不是說 周遊列過 但是我也去過很多地方 不論是中國 各大城市 很多中國大城市都去過 北京天津 上海 武漢 安徽 什麼都去過了 中國 再加上台灣也去過 東南亞很多地方都去過了 泰國 越南 這些都去過了 我自己作為一個 去過那麼多地方的人 就跟大家 總結一下 我自己覺得 你香港的確是有 好的地方 是的 一來他剛才所說 交通真的很方便 你下街 你隨便找個站也很方便 走幾步路找到個站 就算你找不到巴士站 你也找到檔鐵 找不到檔鐵 你也找到小巴站 找不到小巴站 你可以找到輕鐵 很多 交通工具 它是可以 令到你去到很多地方 這個是香港的優勢 OK 這個我不否定 是的 其次就是香港人做事的效率是很高的 真的 你試試去其他地方 譬如你去英國 說回英國 你去英國 例如我 譬如我幫你整份文件 整份文件 整份文件 可能香港 可能要一至兩天的工作日子 可以做到 但是可能你去英國 你壞事的說句 他一個星期還在等 還在寫著processing 還在幫你整 是的 是這樣的 所以 有時候 為何有很多人在說 香港很好 其實是有原因的 又不可以一面踩死香港 是的 很多東西都是方便 我只能夠說 你去過其他地方你就知道香港有多好 但是 香港也有很多東西不好的 最大的衝擊就是物價水平 太高了 不是一個正常 年輕人可以承擔到的物價水平 OK 而且樓價也是灌絕全球 是不是 全世界第一 我記得是 怎麼玩 怎麼上車上樓 第三 就是 你香港養車很貴 你知道嗎 是不是 你又不說這些 你英國 你英國是呀 雖然你說 入油貴 泊車貴 但是你那份 那份糧都是 大舊的 你不是拿著香港那份糧 在那裏泊車 在那裏開車 是不是 而我們香港人 你現在面對 你自己想想 你有養車的人就明白 就算我沒有駕駛四輪的 我駕駛二輪的 我可以告訴你 我之前 就是我駕駛二輪 每一個月的平均洗費 我真的有駕駛 起碼一千多元 起碼 我還沒算 如果我經常 出去其他地方泊車 因為 電單車好就好 他泊車 有時候泊骨位 不用錢 但是我自己 去一些商場 我就會 推薦去商場裏面泊車 當然有電單車車位 我才會泊 我自己也說 一句 起碼一千多 你加上維修 做這兩兩兩 二千 走不掉 你想想 每入一次有 都在說二百多元 我當作減優惠 可能都是二百元 一百八十元 越來越貴 瘋了 我真的覺得很瘋了 如果你駕駛四輪 聽我的朋友說 也是瘋了 你一個月 我想平均沒有你七千元 基本 因為你又要找位置拍 找街拍也好 你停車場 月租也好 這些費用 再加上你 又要入油 入完油之後 又要一些 固定的維修 可能 我當你偶爾也要維修保養 計算了 計算了排費 保險 很多東西計算了 你就發現每一個月 差不多收了 七八千元 就不掉了 除非你很幸運 你家裏也不用 你家裏有車位 或者你公司有車位 你就省了 最大筆那筆 開支 要不然你在香港開車 其實是 很不霸佔 OK 你又不說這些 吵你的 是嗎 你真是搞笑 所以我就覺得 其實沒得這樣比 比什麼呢 是不是 如果你說英國 像剛才所說 你說英國那些人 拿著香港份量 而在英國生活 你要大肆報導 其實 我是覺得合理的 還有他們都會 吵了鬼 是不是 傻的 還有有個題外話 我自己經常都不太明白 陳智生這件事就說完了 也免得 說那麼多 關於他的事 有件事我也不太明白 除了這位陳智生之外 我自己也發現近一兩年 多了越來越多的媒體 黨媒都不斷報導 英國的生活 怎樣 很貴 又說什麼 電費貴 牛油貴 飲水貴 牛奶貴 什麼都不斷說 其實我想說 你說這些東西 的確 你是告訴別人 其實英國的物價是很貴的 但是 那是怎樣 For what 是不是 你告訴別人英國的東西是很貴 很慘 那你的目的是什麼 你是不是想綫落一些英國人 又或者是移居了 移民了去英國的那些香港人 或者中國人 是不是 就是你的目的究竟是想怎樣 有什麼 他貴就是他貴 是不是 影響到你 現在你下樓下買東西 你是用英國物價去買東西 不關你的事 重點是 有時候我看過媒體報導 那麼多這些東西 看得多我就會覺得 其實是不關我們事 是不是 就算你說到那邊有多貴 那邊有多差 多垃圾 買個牛油都要很多錢的 100幾萬 那 歸根究底其實是不肯關我事的 是不是 有什麼為 難道你不斷不斷說英國的物價貴 那麼中國的物價就會越來越便宜 中國的物價都很貴的 知道嗎 是越來越貴 當然沒有英國那種那麼貴 但是你看 深圳 珠海 那邊沿海 那邊沿海城市 尤其是近十幾二十年 急速發展的那些沿海城市 那些物價是 升了上來的 是不是 屌你 我真的理解不了 所以有時候看到那些小粉紅口 搭飛機 說 英國人很慘 哎呀 八十幾元才能吃個漢堡 真可憐 我們這裡可以 吃火鍋啦 吃泡杯啦 如果在英國生活的那些人 看到那些人有這些反應 真是一笑自知 傻狗 是不是 人家那邊生活人家拿著份量 是很正常很合理很合乎邏輯的 你笑他幹嘛 我又不是拿著你們中國每個月 三千元那份量 去那裡生活 是不是 還有有一位 觀眾都說得很對 非常清醒 為什麼 你這班人經常說到外國有多差 多這麼節套 那些東西什麼都貴 但是為什麼 這些數據又顯示越來越多的人 不斷外流向 英國 不斷外流向加拿大美國 澳洲 一些這樣的地方 有很多人搞笑 是不是 既然你這班人 說到外國什麼什麼的 又說他們不好 你最簡單的 你叫那班高官 是不是 大家 就是 拿個戶籍出來 拿個戶照出來 看一看 看看哪個高官 有沒有錄卡 你一看就知道 有什麼好說 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 你們說到他那麼壞又成 你看看那些高官就知道 難道個個真的跟你拿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護照嗎 收皮吧 十個入面 十個 不要說九個 十個都有外國護照 一冷定 他沒有外國護照的那些 一定是玩夠 要不就沒有申報 不跟你說 怎麼會沒有外國護照呢 低能 你猜真是 學吳京 中國的護照 不可以把你帶到世界上任何地方 但是可以 把你從世界上任何地方 帶到中國的 這樣 收皮啦 搞笑 是不是呀 怎樣帶呀 紅糕 就好像 柬埔寨那件事 你知不知道有很多 以前很多的中國人 都是被人騙了柬埔寨 犯罪金山國那邊 被騙了那個賣豬仔 被迫做事 那你們中國政府有沒有救他呀 人家都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護照 是不是呀 你救了他沒有呀 神經病 所以我覺得 算了搞笑嗎 救他 多餘呀 這個敏視就算了 我自己覺得搞笑 我寧願投胎算 如果拿著那本 那本紅色的護照 算了我真的是 但是 這個遊戲我不玩了 我自動投降 我放棄 我自己按自殺Game Over 重産投胎算了 下次 下次來不會到什麼國家 就是 下次去 非洲也好 非洲其實那些人呢 那些想法是很天真 很純真的 就是 以往也有接觸過那些非洲小朋友 真的很有趣 不要說小朋友 其實是那些 大人 想法都是很 可以說 想法都是很天真 你可以說 是的 不會有那麼多機心 你跟他說話 他真的有那句 說那句 是不是呀 他開心就笑 是不是呀 想大叫就大叫 那邊的人很純真的 那邊的人 我自己接觸 可能真的有些 很糟糕的 我不知道 但是給我的first impression 就是那邊的人 很容易相處 是不是呀 我寧願去那裡算了 唉 不要搞那麼多 去阿羅阿圖算了 阿羅阿圖 都不知道是怎樣 只要一天 要安心 寧願吃兩頓飯 其實兩頓飯都吃了 挺好吃的 可以把你從世界上 任何地方抓回來 算了 我覺得如果 最入校的方法 其實不是把護照 老實說 你真的不要經常說我在 吵小粉紅 吵小粉紅 我今天 我給個溫馨提示 你們啦 就是當教精你們啦 如果 萬一 你們在其他地方 其他國家 真的遇難 有什麼事的話 我個人建議 就真的是 不要 首先你不要認自己中國人 我覺得你認完之後 你的人都沒有了一半 首先你隱藏自己身份 OK 其次就是 立刻要聯絡 中國的大使館 但是你聯絡中國大使館 你都 不要說什麼 千萬 很多人經常犯這些錯的 很多人經常都說 我是中國人 救我呀 救我呀 你這些 沒有呀 收平 是不會救你的 你說這些 OK 你有兩種方法可以救你的 第一 你就在 中國大使館那些地方 或者找到一些中國的官員 你跟他說 我爸是李剛 當然你爸爸真的是李剛 你說他都會有一線生機 但是這些當然是少數人 而絕大多數的中國人 有一個 一定會救你 相信我 你只要在中國大使館 那些人面前 官員面前 你就說 習 習 習習習習習 是壞蛋 你說 垃圾都不得了 我現在 我現在 我現在是要 吵他老母 拉我呀 告訴你 你說完一句之後 可能5秒之內 立刻有什麼 非部隊 特種部隊 拉了你 就算你 非洲 在緬甸遇難 都可以 沒問題 立刻拉了你 我告訴你 裡面 窗林彈雨 什麼緬甸有什麼軍隊 他不會理 整個閘有解放軍 一會兒衝進來 不會哭的 衝進來 然後就是為了拉你 多厲害 真是拉你回到中國那裏 就是 那就夠了你了 不知道後話了 我不知道你之後怎樣 算了 我能夠做到的就是這樣 你之後去到中國 究竟是怎樣 就另一個故事了 這個就自求多福了 你到時就 認低威了 你說其實那時候講錯話 其實我是很喜歡習主席屎筆的 總之自己倒閉 我能夠做到的就是要教你怎樣去逃出當下的困境 知道嗎 知道嗎 總之你真是 說真的 你真的不要大大聲跟別人說什麼 我死中國人了 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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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個裡面十個都死了 OK 不要教這些 香港人都有同樣的玩法 就是Touchwood說的 如果香港人在外地有些什麼事 都是不要說自己是什麼中國人 不要說自己是什麼香港人 沒有用的 都是沒有意思的 你都是在大使館面前說什麼 我是 我是說 什麼 我支持香港X立 中國是 是罪我根陽 你說這些就可以了 立刻 我們當然不是什麼解放軍 可能是那些香港公安 衝過來 穿了裝甲 然後沒有號碼 每個人都戴上頭盔 立刻衝來抓你 緬甸也抓回來 還堅持打你 不是開玩笑 是不是 當然是香港人有香港人的玩法 所以大家記住 完 搞定 遲些會不會學習周星星給100元 快點放你走 有了 這個方法可以 但我不知道 現在還是不是給100元 應該不是 以前周星馳拍這套戲 都說是90年代 90年代100元 和現在的100元 可能現在 不是拿100元 可能拿一疊100元 或者拿10萬元 因為 大哥 通脹的 是不是 不斷要多加一點 加一點價 才可以 100元 100元 你給公安 隔壁 沒有了 是不是 沒有意思 笑了 香港人要填方 其實香港人很可憐 香港人 香港人要填方 我真的覺得 這個真的是世界級 我沒有見過一個地方 官員可以提出 這麼神奇的救援方法 要填方 真的 救命 即是快要 即是可能 要掃上那些什麼安心出行 才可以救你 即是 世界級 算了 香港人真的很可憐 那這個只是 算了 開始說 說得多 都覺得自己越來越可憐 不如說一下 8個人吃東西要檢測 8個人 現在8人吃東西要全部 要情音性才可以 一起吃東西 其實 其實有什麼好說 我自己覺得 他是要這樣玩你的 老實說 他由他推安心出行 到現在推健康碼 他不就是一步一步限制 大家自由 是不是 不斷地去試水溫 不斷去做這些方法 令到大家慢慢的 溫水煮 說 然後到現在 你看看 每個人都用 安心出行 沒有人去特意去反他 是不是 所以 我只能夠說的就是 大家要 認清事實 究竟 這件事是否真的防疫 想想 這件事 都說得很遜 不准再說那麼多 是不是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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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句 有得走就 要走 說真的 他現在 搞了健康碼 然後 健康碼 外國教育不知道什麼中心 那你就感覺到 這件事不用再說得那麼明顯 接著 記者 新聞 是不是 那些 有不斷的限制 只是 允許一些 特定的媒體 才可以做一些 記者訪問 新聞自由的打壓 是不是 記協又收拾 去到第四 香港不同工會 都陸續解散 是不是 其實很多很多這些因素 是告訴你現在香港是在淪陷 說真的 當然有些人現在都不相信 都覺得香港還OK 所以說爛船是有三分釘的 你現在你當然不會察覺到什麼問題 去到最後 然後 他 再打擊網絡的言論 就好像我們這些所謂的YouTuber的言論 就沒有了 香港真的是大清洗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能夠寄予香港人的就是 如果想為下一代好的 就不要想那麼多 不要想透過家庭教育 可以幫到下一代 你看中國就知道 中國有很多寫實 說給你聽 有很多的父母 可能真的想下一代好 但是你放他去那些 所謂的一中二中 就是中國的那些國立學校 你叫他讀三五七年 那些小孩 一出來都是 那些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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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是不是 對 我 我無故要上傳影片 明明是上傳YouTube的 然後無故要上傳到微博 那些小孩 安心出行就一定不会不用用 这个幻想我现在可以帮你破灭了 安心出行是一定要用的就算了 他不会放弃任何这些机会 不会放弃任何控制香港人的机会 所以这个想法打烧了他 不会突然说我们现在解除限制 不会的你看看中国就知道 中国现在每天都要用健康码 外出是用阿斯又用 什么都用 现在还要上班要做检测 我们在香港严格来说算是好的 但是也有一句 你想知道香港的路怎么走 你看中国的发展就可以了 你看中国推荐什么政策 去对待中国人 你就明白以后香港就是这样 就好像中国那样 他现在有健康码 又有那个人面识别 人面识别系统 然后做一个叫做什么 我忘记了 我忘记了中国某几个城市 我记得是有安徽的 推行了一个 类似是什么码 我忘记了是什么码 不是健康码 但是那个码是证明你是一个良好公民 因为现在中国还是试行阶段 找到几个城市作为试验 但是你从一件事你是可以想到 健康码往下的发展就是会变成这种 更文明 这样就可以了 这些理由都是够催的 对不对 所以你看一下 你香港最后就是这样的了 你之后就会看到香港有文明码了 这件事真的不是催的 所以我说我是很悲观的 就是对香港的发展 原来真定文明的地方是不需要用文明码去驱促它 告诉大家 是不是 不是靠个QR Code去展示你的文明 神经病 是你自身的个人修养的 是不是 你搞这么多花款没意思 文什么名就修皮了 那好了到最后 讲完林超英的事件就完了 十分钟 讲多一点点 最近大家都知道 香港前天文台台长林超英 就很厉害的 他就不用 他声称说零电费 他在家做到 不开冷气的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每一年的夏天 总会有些报道去说他 然后就说 前天文台台长林超英 又什么 连续多少年 电费零元 很厉害的 类似这些报道 然后自从这些报道出来之后 我看到上网有一些留言 就很搞笑 就在这里说 他想到说 哎呀 怎么这么狠狠的 哪个人不开冷气的 是不是 都狠狠的 这么热 怎么不开 你教我了 三十几度 我真是 不开冷气都死了 而且每次都出汗 搞到臭了 怎么办呢 很多人都有很多这些负面批评 但是我自己是这样想的 我实说我觉得 你说他 环保狠 又说他 省电 没用 垃圾 怎么也好 首先 第一的就是 他的而且 他身体力行 去证明 给大家看 他是一个环保狠 他是说得出 做得到的 一个环保狠 那你又真是 吹强不胀的 对吧 各位 就算你骂他 怎么狠狠也好 也好 大哥 那人家真的做得到 那你又拿他什么 是不是 而且都是他的生活 你说他狠狠 怎么围 他要这样选择 而他又真是 他又真是可以 对换到自己的承诺 对得起自己 真是不开冷气的 享受 大自然的 我就觉得没什么 我反而有多欣赏他 对不对 有几可有的人 真的可以 反扑归真 回归大自然 即是现代的都市人 是很难做到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林超英 真的很值得尊重 说真的 不需要骂他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 他选择这种生活 而他本身也是 就是 向往这种生活 那就是 就离开了 有什么所谓 他喜欢这样做 你没理由要 在那里骂他 傻傻 傻子 我不明白为什么 那些人好像要 逼人去认同你的价值观 有什么意思 你喜欢开冷气 那你就开了 我现在不是用枪 逼你 跟我一样 就是希望大家尊重不同的价值观的人 他有他的生活方式 那你就尊重他 好吗 第二 就是 就是 我自己觉得 我觉得 如果以高官来说 即是 即涵高的人 不要说高官 其实林超英 就是一个比较贴地的 香港的一个高层 很贴地的 你想想一下 香港的高层 都不会跟你玩这些东西 都不会 首先不会 不开冷气 有几个高层是会这样做的 还有 因为我最近有看他有 一篇访问 他真的很贴地 他真的会看一些 网民的留言 然后又 自嘲一下 笑笑一下 他会回应大家 我就觉得其实 即是你说 林超英这一种 这一类的香港人 真是好 即是在香港是买少见少的 即他这一种应该是 是 真是受 即是英属香港 他是英属香港人 是真是受英国 的教育 英国的殖民地 殖民影响下的一个香港人 是很反映到以往那一代的人 即一来他英文又不差 二来又 听起来又觉得他真是挺有修养 是不是 然后到 第三 又觉得他 算是比较亲民 不像现在那些 现在那种就是中式的 香港人 香港官员 两个玩法 即上面围围围 下面文不了身 两样东西 你看一下当年英国的时候 还是英国殖民的时候 英女王 是不是 英女王出巡 都不要像现在那样 搞这么大阵仗 是不是 最多没有几个保镖 看着 但是当年英女王出巡的时候 真的是 跟香港人有握手 握手 又谈又谈 这是两种文化 你和现在那些中式的官员 两种玩法 所以 以香港来说 林超英这种官员 真是买少见少 我不太明白 大家还要骂他什么 你说如果香港多了这些官员 其实是好事 但奈何 就算多了这些官员也没用 这些官员 都会被逼退休 或者被逼走去其他地方 是不是 因为 你不适合玩这个规矩 所以我就觉得很唏嘘 希望大家就 不要再说 常常骂他 我就觉得他很可怜 说真的 虽然我自己 当然我常常在吊架香港高官 但是我都不是说为吊而吊的 就是 就是 就是这个 林超英我就真的 不会说怎么吊他 是不必要吊他 我是反而很尊重这位 香港 前官员 他真是 说得出做得到 用行动去告诉大家 其实一个人要做到 碳排放减少是有可能的 看看大家想不想做 而且其实他一直以来 他不是说迫大家去不开冷气 就是大家要明白一样 他不是迫大家不开冷气 他是想用他自己去证明给大家看 就算没有冷气 他也可以生活得很开心 明白 还有他告诉你 出汗是一件很正常的 身体反应 就是大家不需要觉得 不需要 觉得出汗是一件很骯髒的事 就是他不断用这些方法 告诉大家 有很多人有固定的思维 影响到大家 令大家不断开冷气 其实他是 我只是觉得他 他这一种的模式 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不论是他 说的话 甚至是用他的行动 都是一个很好的身教 和一个环保教育 所以希望大家 多些去欣赏这些前辈 不要真是位丢而丢 你老实说这些前辈 真是买少见少 是不是 是不是一条回复有一个线 什么一条回复有一个线 一个社会是不是幸福 不会因为两送饭 而反映到什么 为什么要说两送饭 而且我想说 你去到现在的最后的高官 你看看林郑那些 连八辣汤都不懂得用 是不是 相比之下 你就会发现 林超英算是贴地那些 起码会 下街去看一下劏房环境 看一下那些 地方是否 是不是不开冷气就会死 起码会做这些 民生活动 算好了 希望大家守着流程 不要那么大力尝尝 尊重不同意见 就是这样 我纯粹是有感而发 或者最近这几天 尤其是 不断见到那些人 不断吵他 我就觉得 我理解不了 就是 希望透过这大约 几分钟的时间 和大家去讲 多一点这一方面 就是希望大家了解多一点 尊重一下 就是林超英 是不是 就是这样 完 做什么 看看 为什么你不说 烧美饭买到 20元周街都是 香港人很惨 搞什么 一说什么 做什么 你自己的深水埗看看 林郑去湾仔买菜 我知道 之前有张照片 就去湾仔买菜 好了 今天都差不多了 对 那我 明天 最好是明天出片记住 OK 不要说梁送饭 梁送饭 梁送饭真的很惨 只有香港才有这些妄疚的东西 是不是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最后的影片记得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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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记得按一下小铃铛 下期视频才收睇 OK 明天看片 好吗 多谢各位